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阿若登场的近六分钟的时间里 皇帝 太后 皇后 阿若 高贵妃 衣贵人 海兰 玫瑰人 索心 小太监团体都有台词 且都围绕着如意展开 几乎每个人的戏后都会给周迅特写镜头 但周迅本身却一句台词都没有 这六分钟激烈的群戏 周迅全是靠眼神表情变化在支撑 看得人惊心动作 一 阿若的指润 如意面对亲戚的指润 非常地震惊 他用眼睛死死盯着阿若 向在无声地问他为什么 又仿佛要看穿阿若找出答案 二 皇帝的怀疑 阿若陈述完后 如意的眼神本能地转向皇上 他只在意他的想法和他的信任 但如意的眼神无疑是失望的 他看到了皇上的怀疑 三 如意的隐忍 当阿若再度出现台词污蔑如意时 听得他真真见血的假正指阵 如意击尽失控 只见他咬紧嘴唇 眼中含泪 隐忍着不让眼中的那滴泪落下来 四 出发的状况 这场群戏的精彩之处 就在于环环相扣 让人找不出一丝破绽 让如意白口莫辩 当阿若把如意实锤定在今晚上后 小太监就实相地撞死了 而经历丧子之痛的玫瑰人上 又就给了如意一巴掌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 如意的眼神中充满慌乱和恐惧 恨游新生 当一条完整的证据练形成时 如意已经无法反驳 皇上下旨对他禁足 此时 如意的眼神再次转向阿若 眼中的恨意呼之欲出 这个眼神也成了如意蜕变的开始 不得不说 这段宫斗戏看的观众 我们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短短的六分钟 周勋用无声声有声的演技 再次震撼了大家 亲爱的剧迷们